欧洲多国最近暴雨频传 瑞士南部发生了山崩 导致四人死亡 还有两个人下落不明 当局出动了直升机 疏散民众跟搜救 而另外意大利北部 也出现了暴风雨 滚滚泥水袭击村庄 救难人员短短几天 就执行了八十多次救援任务 大水肆虐 街道跟房屋淹成汪洋一片 瘫痪铁路系统 交通停摆 桥墩严重断裂变形 部分桥面崩落水中 画面令人触目惊心 气候变迁加剧 欧洲多国面临豪雨肆虐 强烈风暴30号袭击瑞士南部 导致当地发生山崩跟土石流 造成多人死亡 还有人下落不明 当局出动直升机 协助撤离民众 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寻找生还者 不过灾区下游的桥梁 遭大雨冲毁 加上高山冰雪融化速度快 提高了救援难度 镜头转往意大利北部地区 滚滚泥水袭击当地村庄 汽车抛锚卡在路中央 街道也惨遭泥土覆盖 民众拿着工具清扫后 还是混乱不堪 溪流水量暴增 变成一道泥泥瀑布 湍急水流也影响当地生活 以大利山区受到暴风雨 跟溶雪影响 30号出现大规模土石流 当局紧急用直升机 撤离上百人 执行了80多次救援任务 科学家分析暖化 造成溶雪速度加快 未来洪灾可能越来越频繁 民众需要提前做好准备 张仰腾编译